我最近在迷惘說 要換油車電車還是油電車 開個三天回來說 小四哥那個其他車不用 腳壓我直接丟掉 可以買下來嗎 可以喔 買下來 好貴啊 現場沒有現車 路上我就這裡 開路去之後我就說好我現在訂 連試車都沒事我就買了 好帥 大家我又回來到小四車訪了 你要來兌現承諾 來我都忘了 謝謝 你也忘了 謝謝你 上次有在那個那個 櫃上面 我就不敢唸得太不標準 是不是不會唸 櫃就櫃 他們會賣啊 幹嘛要偶包呢 你也貼那個舌頭出來的那個 幹嘛偶包呢 我在上面有發說 我最近在迷惘說 要換油車電車還是油電車 小四哥有回過 所以我想說 那剛好你說這邊有車款可以提供 讓我回去試駕 比如我住中立 所以我可能就會有 要比較長途的需求 讓我直接感受一下 就是中立這樣台北通勤的車這樣 沒有 我跟你講 車就跟 男朋友一樣 要試過才知道 還不錯耶 對不對 男人都一個樣子 交往前交往後都不一樣 所以要先試了才知道 好不好用 我們先試試看 好用再買 再加上它50萬 OK 對 你確定是加上去不是扣掉 是扣掉 你加上去也是可以喔 然後我挑了一台是C250 C250在駕駛技術做過捷鄰的C250 但是你呢 跟它不一樣喔 一選的那還多了它三個門喔 好 那第二台呢 那第二台我考慮的是NG 因為我其實一直都滿喜歡NG的 可是你知道NG比較略有爭議 或是討論度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那你要換NG嗎 這個可以試一下 到底是不是 大家網路上 新聞上面講的 然後再第三台 第三台就是我們的 Lessus的UX 你一度喔 在這中間沒有在尋車的時候 我直接想要去下訂 欸 不好意思 但是UX的那個 店面跟它的設計內裝 我又有一點點 還在 出的有點久了 比較起來 好像感覺有一點像 上一個世代的東西對不對 這小師哥說的啦 對啦 我是這樣子 有一句話這個 少年不知阿姨好 對不對 老有老的好處啊 治過才知道嘛 有時候科技太發達 也不一定是好事 那我們先去看一下三台車 好 簡單看一下 Yeah GO 這台好漂亮喔 小師哥 漂亮的點 你覺得它漂亮的點 是哪個部分 我喜歡這個藏青藍 今年很流行這個藍色 那如果明年不流行怎麼辦 那我可能就會去把它烤別的顏色 我真的很喜歡賓室的內裝 你怎麼怎麼辦 它奇怪 一般人都會覺得很老氣 你怎麼不會覺得老氣 怎麼會 首先進去賓室會聞到一個很 皮革嗎 典雅的皮革味 對 皮革味我有聞到 喜歡人就喜歡 不喜歡人就沒辦法習慣 我OK 一看到我小樣 你就會知道為什麼我什麼都OK 也是齁 那所以它的油耗是高的嗎 它可能就是你今天 山海裡面挑的油耗是最兇的 它平均的油耗大約會在14公里左右 車重會偏重 而且你市區停停走走 它油耗會比較兇 它車子的那邊真是好的 所以開起來是穩的對不對 非常穩 我喜歡 我怕你開個三天回來說 小事哥那個七大車不用 腳丫我直接丟掉 我十萬折下去 我就買下去了 你直接把腳丫丟掉 我期待開它 你看我的眼睛在散發愛心 那我們可以看下一台 好 我覺得啊 我唯一一個考量就是 它的介面真的是 就是阿姨 這個是貴婦買菜車耶 你有沒有可以這樣講 它比較特殊的是 它是不需要插電的 它自動在你煞車的時候 減速的時候 利用你的煞車的動能 跟輪胎的動能 來幫你回充 幫你回充電 平均的話都是20公里以上 那真的很省耶 這款反而呢 在市區停停走走 會比較省 常常在高速的情況之下 它有點難幫你省到錢 你說覺得很老氣對不對 它當初設計師是女生 它這兩根東西 它的設計概念是 古代女孩子的這個髮簪 你看它椅子還有那個林格文 荔枝皮的包包那種感覺 難怪它很多設計概念 可能會比較符合女生的需求 妳剛剛不是說老氣嗎 沒有 老氣很像在那 接不到Lazers合作是不是 我不會 我覺得P哥超好的 大家比較會阻止我的品牌就是MG 但是我自己蠻想要試看看 如果真的喜歡就可以買就對了 我會說這麼便宜 妳就開… 然後就不要就算了 跟剛剛的UX250H 就是不一樣的系統 只要有插座 它其實不用充電樁 它只要有插座就可以了 只是它的時間 就是你晚上回家下班 插著然後你就睡覺 隔天起來拔掉這樣 它很慢 不重踩油門 然後時速不太 不要太高的狀況之下 它其實都不需要用到油 所以它的平均油耗可以到75公里 這一台已經算是MG目前定價 算最高的一台車 我們賣有超過100嗎 對 有 已經不超過100了 然後我買大概4、5、8 應該折50 所以妳現在用不到100萬的車來看 它的配備超棒 它什麼東西都給妳 但是呢 什麼東西的材質都差一點點 就是有點像 人家香奈兒 我們可能就香菜兒啦 整個功能性上面是健全的 花這樣的錢 它就跟賓師一樣了嗎 那當然 不可能啦 畢竟就是 還是一分錢一分貨 我覺得在小詩哥這樣的洗禮之下 我想要拿直接妳說的這台MG 就是性價比最高的 跟我們4250最好友的 兩個直接來做一個比較 開回去囉 我要開 借我開幾天 我是說如果它開回來 說當便很快的 我倒想看看 它能把它弄成什麼樣子 你真的想看嗎 我想看啊 你想看 你真心的 然後我就可以再拍一集說 吃喝嗎 秋萱到底可以把裡面 弄成什麼樣的一個生態圈 那我先把車上東西拿過去 好 你慢慢搬 來 慢慢慢慢搬 那我就開4250回去了 好 沒問題 謝謝小詩哥 第一個乘客會是蔡小柯跟蔡訊機 看起來有卡 プ類嗎 好像不確定 應該沒有 藍牙至少可以直接連上 這樣在我明天駕駛的時候 才可以更好地去使用它 怎麼樣 小姐 感受如何呀 感覺躺起來應該蠻不錯 你喜歡天窗 這可以伸高耶 對啊 它可以屁股前後左右 它說你上面那個往前跳 你前面的腳它會伸出來 有嗎 有感覺到 你做起來的感覺如何 你要講一下 它等下六分鐘就到 你就沒得做了耶 對啊 你們就這一段了 你還不講 對啊 你們真的很世俗 你們跟蔡哥一樣 坐這種車就是要稍微擦一下口紅 Dior的口紅嗎 要Dior的 好的 大家我剛剛去試完走中獎的禮服 那現在會是我第一次從南港要開回中壢 就是要開高速了 所以來感受一下 感受 感受一下它在高速上面的行駛速度 所以來感受一下 跟它的那個底盤的紮實度 但是呢 現在時間5點07分 然後要開回中壢的路上 我的平均限速現在是27 28 在上上下下 哎呦喂呀 我在下班時間的內湖 你們應該叫我多塞 好的 大家看得出來我現在的速度感嗎 我現在已經在無陽高架 比較不塞的地方了 不得不說就是 我覺得冰室的車子真的蠻紮實的 你看那整個車子的那個避震跟穩定度 都我覺得算是我蠻滿意的 那我今天試駕差不多了 這是我第一天開它 那我明天呢 也是一整天的行程 所以明天會再好好的記錄一下我的駕駛感受 大家 我現在收工上車了 然後我準備要去加油 我的遊聲最後一格了 因為我這次考量的點 其實真的是買車需求為首要考量 試開的最棒的好處是 能讓我更知道我自己的需求是什麼 那我發現像這台車四米七多 那它的車子強到會讓我 有一點點的難找位置 除了評估遊車這件事情 那我覺得也可以幫我評估一下 我的車種選擇 就是可能休旅車旅行車或一般轎車 或是真的再小抬一點的車 哪一款車型可能更真的符合我的需求 那我現在呢就要來開去加油 看加一次油會是多少錢 那我先去加油吧 我加完油了 我剛剛加完是1730 好有感的那個金額喔 我幾乎是等於一個禮拜會加一次到兩次油 接下來的油費跟養車的費用 都會比我開小鴨來的位置數更多 剛好沒有天要去宜蘭 我想說那就好好的測試一下 它的那個油耗跟公里數 好貴啊好貴啊 我果然還是事情小明 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們平行宇宙女孩們 要去宜蘭玩的日子 先去接女孩們 耶 我們快要到宜蘭了 耶 在車程有阿圓、Amy、阿樂 耶 怎麼樣舒服嗎這台車 很讚耶 也不錯喔 很讚嗎 真心的嗎 那我覺得是妳開得穩耶 我就是要聽這種話 因為我們其實剛剛是開雪睡 但是行徑中走走停停的那個感覺 都是還舒服的 完全沒有感覺在那裡 是不是我們其實一直在聊天 一直在聊雞卡蛙 我覺得聲音很安靜耶 因為通常很多車子那個聲音 轟轟的聲音會很大 然後能到講話都會有點不清楚 而且我們大家講話都很清楚 然後它其實是有全景天窗的東西 有 剛好看到 女生都喜歡天窗耶 對啊 這樣要拍照什麼的也好看 對啊 載人的話你們有沒有舒服 如果你們舒服就可以 列入我買車的考慮值 喔 分享大家 可以喔 買下來 買下來 好貴啊 我覺得賓士有個好處是 它的那個板筋感覺比較厚 因為其實很多車子那個就是 你知道它的那個板很薄 對 你稍微就是如果不能撞到 或者是真的就是發生什麼事故的話 它就會整個凹進來的耶 是沒有辦法買 可是這種歐洲車就比較不會 像冰式VOVO我都覺得很好 VOVOVO是那個板筋最硬的 但是VOVO就是會比較好油 超好油 因為它真的太重了 好的 謝謝大家的意見 那我們要去玩了 拜拜 拜拜 再回來小吃車行了 有事有差耶 我整個收穫良多 其實很多的優點我自己都很喜歡 但是在加油的那一刻我知道 買不起它 那這台車其實相較偏長 它連路邊停車格有些時候都會動出來 有一些網拍廠商是給我固定的停車格的 停進去之後我屁股都在外面 或者是我停進去之後 再也沒有別的車可以停前後了 底盤低這件事情 也是我會把它直接踢除在我的選項裡 因為我還是要下地下室 我太害怕刮到別的車 所以我變成三分鐘在那邊扭來扭去 很像在玩那個攤石蛇 那下一台呢 今天我們其實是要簽NG回去對不對 那我們等一下就等潔玲 我要載潔玲去一起開一開看這台車 哇 裡面很舒適耶 你知道我上一台 我現在才剛試駕完的是那個C250 就你是不是跟你是一樣的 其實我本來也不是買C250 我是看那個SLC 我覺得蠻有緣分 是後來我剛好上了節目 現場有賓士的廠商 對 朋友也有在賣賓士的車子 說那不然我帶你去他們的旗艦店看看 門口就擺了是那個SLC 黃色的 我就說好 我要買 可是你知道這時候所有展接的業務 跟我說接著你不要買這台車 為什麼 他說你的目的地是什麼 是每天要開車嗎 還是你只是想要帥 我就說 我兩個都要 我兩個都要 他說這台車就是 如果你想要舒適的話 它其實就只是帥了 我就說那你們就是推薦我一台 他們推薦我C250 兩門的 可是現場沒有線車 我就在那邊說不行 我一定要開到線車 我才想要就是知道我要不要跑這樣 結果路上我就真的 你看就是那一台銀色的那台 就是那一台 推出去之後我就說好我下訂 真的 我跟你講我連試車都沒試我就買了 好帥 怎麼可能 我也覺得我那時候就是 買車給我試車的嗎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從180變到我那台車是270 哇你駕駛進100 對駕駛進100 我非常喜歡 到現在有朋友說 欸你已經開了四五年要換車吧 我就說我沒有要換車 原來我這次試駕下來 我覺得最有感就是 它家有好貴 喔這是一定的 近兩千耶 你家也是嗎 我家兩千多 Oh my God 小鴨加滿不用一千 你知道我那個 在我的心上承受不了 不到一千嗎 然後我第二台試的就是這台NG 你現在這樣子坐下來 你覺得這台車是不是還OK 我覺得還OK耶 你是喜歡休息車嗎 我是想要小台一點點的車 我之前剛買職業50的時候 我對自己的要求就是 我不能讓它比較過快 我就怕它受傷 但是我朋友跟我說 你買了車子 你不可以這樣 因為你這樣子 你會把他更痛苦 你買了一台車 對 綁手綁腳的 那你就是沒關係 你就貼個膜嘛 但是有些東西是不能綁的 因為譬如說旁邊的人 很開車店很搭力 對啊 你防不勝防 你就乾脆 你就好好的享受 你買到一台好車這樣 好 我覺得這句話我要記著 你知道什麼叫享受開車嗎 放下下車要把飲料丟掉 放下要把 放下要把垃圾全起來 你覺得不是已經放下了嗎 我勸你 你覺得他多夠錢嗎 不是家裡也應該要乾乾淨淨 你買了一個家之後 你就要把它愛護得好好的 你就是亂到不行 再來很多錢 努力買到的一個家 你就是要更把它保持得乾乾淨淨的 好 希望我能接受這個洗禮 我希望我下一台新車 我會一直謹記著 解鈴現在告訴我的乾乾淨淨淨 還是我幫你做一個扁的 然後你就過來就覺得 對 我是乾乾淨淨淨 好的 那我現在從小師哥那邊 牽回NG了 開完C250接著開NG之後 油門反饋好舒服喔 我會喜歡NG的視野感 但是當然相較NG就會比較圓圓胖胖的 它的車身就會比較大 那這一點就是我這幾天感受一下 停車的部分會不會造成我的困難 那我就先開回中立囉 嗨大家 今天呢 是台風天 全台都停班停課 但是呢 我沒有放自己家的意思 就我還是跑去拍了一些 網拍要用的工作照 我那天加油 我發現它的 因為它是亮燈然後BB9 然後它油加滿的時候呢 是1079元 昨天有開去東區工作 再從東區開回來 然後我今天也有開車 但是我現在的那個油表 是一格油都沒有掉 好神奇喔 好像油電車現在跟油車比起來 相較更符合我的需求性 希望未來如果有機會 我試試看純電車 然後到時候跟大家做比較 但相較起來 油車跟油電車 我現在是 油電車囉 好不好 那今天現在 我們也要開回去給小思了 謝謝小思哥 這幾天很開心 把我的NG開回來還了 這一次NG其實也整整試駕了 一二三四五六 六天 完整的試駕體驗 那一台魚加了兩次油 我加滿 從零到它跳出要加油的 那個油表的時候 我加了一千出 然後一開始我就 蠻省油的 但後來我發現就是 加的其實要蠻平反的 因為我前天又沒有油了 可是其實我這幾天 因為颱風我也沒有常常的 東立台北的往返 所以它的實際油耗表現 我覺得好像也沒有我 預期的這麼省 這台車我載了很多人 因為我載了捷鱗 然後颱風天那天我載了我爸媽 結果我媽坐在後抓就說 欸這台車的車聲很晃 爸還在那邊跟我聊什麼懸吊 避震 老爸爸的經驗談 他說這台車比較晃 開休旅車的實際試駕體驗也是 但是我對於停車方面我常常也會覺得 喔好像有一點點擠 有一點點不方便 有一點點時間上會造成我的delay 多天的試駕其實對我是非常有幫助的 我真心的能評估到旅行車跟休旅車 都不會是我的首選考量 但我們也就是後續再陸續體驗啦 因為找車這種事情其實說緣分 然後你多開多感受 更能找到心目中的理想車款 上這區阿駛大家說什麼 欸你到處是你到處是你又不買 我真的要買 我哪天買了我還會拍一支影片告訴你 欸我就真的要換車了沒 那我們就先看看下一支會是 試哪一款車囉 大家一起敬請期待吧 記得要訂閱小思哥的頻道 捷琳的頻道 還有平行宇宙的大家 翻一把好多人 謝謝大家陪我體驗這整趟的試車旅程 尋車日記持續中好不好 掰掰 他有加這個下巴有沒有 對啊下巴很帥 所以你可以去挑戰停車場 小思哥竟然這樣 那我就是明天就直接再錄一集 用它去開 如果明明媽媽回來 OK 沒關係 那它刮到就有效果 你見我的事我都很感動 我還要去刮它 就是要拍到磨到這樣 然後回來道歉 然後這樣就有效果 他說跪下跪說對不起 也不用下跪啦 真的啦 我不敢啦小思哥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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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